情歌王子黃品源出道超過30年 創作出許多經典作品 卻也曾遇上事業和婚姻的低潮 黃品源在籌備專輯時 喜歡上當時的女子團體Apple Pie成員 也就是之後的老婆 蜜兒 小從來我老師帶著Apple Pie出道 偶爾會在公司會遇到 所以我就開始對她有好感 後來我出了唱片以後 我們就在一起 然後哪一點最吸引你 我覺得是靈魂 這也說得太深奧抽象了吧 換句話說 兩人就是一見鍾情互相吸引 1995年結婚後 他們生下一子一女 她有很多音樂細胞的遺傳 是來自於她的媽媽 但拿下金鐘金馬 失業愛情人兩得意的黃品源 卻在2012年 因為和19歲小摩的悲聞 重重摔了一大跤 隔年她和結婚17年的妻子 蜜兒簽字禮婚 我們很和平的分手 沒有吵架 沒有二言相向 真的很感謝她 對家裡所有的付出 當時黃品源開記者會 眼眶泛紅還語帶哽咽 如果素氏累積的情緣 都是單一指向 離婚會造成是 要處理當下感情的狀態 能說的都說 能攤開的都攤開來 全部攤開來說 然後最後 她希望離婚 我可以配合 離婚只是形容詞 所以我們離婚而不拆散 黃品源說 離婚之後 她依舊一如往常 照顧妻小 當初是說好 誰都不能帶誰走 你要就是共同監護 我走 我錄影室啊 當時就走 對啊 然後我每天回來陪小孩 吃飯做功課 婚變打壞的形象 讓她只能靠著寫歌 抒發心情 不想說再見 想再親吻你的臉 牽著我的手 我捨不得你走 今天要非常誠心地 跟妳說一聲 這些瘋瘋瘋瘋瘋的廢文 還有這些讓妳困擾的心情 妳的這些新聞 都是我不好 對不起 阿比妹妹說 每個禮拜一跟禮拜四 晚上七點半 台灣大松所頻道 不見不散 她就像這樣 在說明文中 大家在說明文中 有些人 唐人 哪在說明文中 在說明文中